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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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林院長 行政院各部會所長 還有各位委員同仁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是金平二十三年來首次的走上族群台 因為時間的因素還有問題的嚴肅性 因此請行政院書面大呼即可 今天金平這種族群的機會 就百事代心的國政提康氣領 點出經濟成長 財政收支兩岸關係 及難力的和解四大議題的因果關係 那麼期盼 執政者能夠掌握開啟困局的關鍵 還有啟發台灣的正能量 迎接挑戰突破困局 工商業界普遍認為缺水 缺電 缺土 缺地 缺人材 缺工 缺政策 是當前經濟發展的六大障礙 這六大障礙 至今沒有因為政黨輪替 能夠看到新的希望 但是如果經濟垮了一切空談 這是一個常識的問題 今天經濟成長要保一 看起來是有困難 也看不出明年會更好 因此人民苦悶 政府也難為 成長有問題 財政收支更難平衡 政府稅收不足 難以開源 要推動的福利政策 建設以及其他政見的支票 支持只會更多 不會減少 更難以節流 所以政府只能夠舉債渡難關 問題是舉債的空間有限 還款的能力在下降 經濟在上不起 別說還款 屆時內連舉債都有困難 金平擔心台灣已經陷入 經濟反成長和舉債 被困難的惡性循環中 不必規則是誰造成 政黨輪替之後 誰執政誰就負責 讓官員們能夠走出辦公室 聽聽基層 聽聽各行各業 尤其年輕人的心聲 你一定會精覺 因經濟發展看不到的前景 恐懼不安的情緒 正在蔓延開來 人民的心聲是給我經濟再談其他 對政府全力推動新南向的政策 企業界有他們的心聲 他們說政府不必告訴工商界 往哪裡去投資 如何開拓市場 對市場的嗅覺 反應的敏銳 我們比政府精準 政治以往 無論是開拓北美 投資大陸 經營東南亞等地 都是人民住址的選擇 他們固然感謝政府協助指導 更期待政府要做到 一不要因為政治的考量 設下妨礙企業發展的障礙 二要提供正確的資訊 企業才能選擇 成敗結果就能自己來負責 三要做人民在外奮鬥的靠山 不幸受到公平對待 做起伍的時候 有母國的援助 享有母親溫暖的關懷 四讓在外者願意返鄉投資台灣 在地者更願均留台灣 發揚光大 以前往南亞投資的企業 也非常善意的提醒政府 今天在大陸投資 經營所碰到的問題 未來在南亞也會碰到 而且可能更遠距更困難 希望政府制定新南向政策時 能夠未以籌謀 台塑越南鋼鐵廠建豪尚未開工 就被以環保為名挖款 需要繳交五億美元才能開工 這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最根本的是 政府只要在台灣 既有的基礎上 定好並統合 產業 金融 租稅等三大政策 不要各自為政 就能有效吸引國內外的投資 發展經濟 永續經營台灣 不必捨盡求援 捧著台灣這個金飯碗 東南西北到處去找飯吃 也不必感嘆 人民或企業不配合政府的政策 我們要反攻自行 會不會是政府所做 非人民所要或可能走錯的方向 與其責怪人民無法體會政府的苦心 不如全力地創造一個 讓人民心甘情願全力投資的環境 這才是從政者的責任 兩岸關係也絕非台灣經濟成長的萬寧丹 但是兩岸關係惡化或不正常 台灣經濟絕對受影響 去年台灣對大陸有近一千億美元的貿易順差 約合台幣三兆兩千億左右 台灣的經濟發展脫離不了兩岸的關係 更何況還關係著國家安全和台灣的前途 今天了解民進黨全面執政 必然有不同於國民黨的兩岸政策 2012年大選前至今五年來 兩黨面對兩岸 似乎組聚焦在有沒有九二共識 成不成論九二共識的爭議 九二共識 朝委之間有爭議 但也曾開啟過去兩岸的正面發展 對兩岸關係很重要 這個事實不容否認 如今影響兩岸諸多重要議題 因大陸堅持九二共識而擱置 僵持不是辦法 主政者當然有義務 結合全台有勢之志 共解僵局 解決困境的同時 我們也必須面對 涉及兩岸及台灣未來的重要議題 民國三十八年至今 已經歷過了六十七年 兩岸之間的分立分治 相互不信任的形勢 至今卻已經有很大的改變 兩岸之間由過去你死我活 相互否定的關係 演變到三通交流開放的今天 變化之快之大 讓經歷過反共抗爲年代的我們 真的難以想像 經過改革開放 引入市場經濟後的中國大陸 已不同於文化大革命的大陸 在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 也不再議長一黨執政 政黨輪替已成為常態 兩岸的執政當局和社會 都必須重新認識 即便下的雙方 只有充分地認識對方 我們才有能力 制定正確的政策 做出正確的選擇 很遺憾 知己指抵 百戰百勝的常識 一觸及兩岸就變了掉 世界在變 台灣在變 大陸更在激變之中 台灣必須審慎應變 有所變有所不變 不變的核心價值是 台灣人民的最大利益 和自由文明的生活保障 必須完整的確保 政黨的利益 意識形態 絕不能高於人民的利益 而可變的是 為確保不變的核心價值 因實 因地 因倫 可調整的彈性政策 過往或基於政黨利益 或不同的史觀 或個人經歷 和政治理念等因素 經常出現 片面單象 或固執所救的觀點 有意或無意 複裂了 巨變及多變的客觀因素 試圖與主觀論斷 並指導兩岸的關係 可能誤判卻不自知 誤判下的決策 受害的還是人民 金平試圖提出前面思考 影響兩岸關係 也就是實力 意願 情緒 情感 以及情意等五大因素 首先談到實力 台灣自己有哪些實力呢 能夠面對大陸 以日俱增的實力 所形成的壓力 如果有 有什麼 怎麼去用 如果沒有 或不足怎麼辦呢 應實力之外 有什麼軟實力 可以平衡來自大陸的壓力呢 實力是硬碰硬的問題 因此當政者 要先明白的告訴人民 兩岸實力 對比的尊項 才能定出相應 適當的兩岸政策 台灣大多數人民 不接受會自願的改變現狀 即使不贊成台獨 但也擔心 統一獲得不確定的變數 朝委主要政黨的兩岸政策 不偷這個前途 前提 即使被民進黨強烈 抨擊為親中的馬政府 兩岸政策也是不同 不獨 不武 以維持現狀 台灣的主流名利是 不同 不獨 不武 大陸的核心價值是 要統 不獨 備武 大陸是想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往 台灣是不想 以是否結婚為前提的交往 但是雙方又非交流不可 怎麼辦呢 主政者有責任未以籌謀 制定雙方萬一攤牌時的因應對策 面對大陸 一個台灣 國人有兩種思維 兩種對立的情緒 相互批評 相互否定 不是軍中賣台 紅中必軟 就是台獨貨台 紅中必反 毫無交集 國民兩黨的兩岸政策 尚未出爐與大陸交索 內部已經自己打成一團 面對台灣 大陸旗幟分明 兩岸同時一中 堅決反毒刺統 新政府制定兩岸政策 首先要有能力將台灣內部 相互否定的情緒 引導走向兼容病序 找出求同存立的最大公約數 才能夠凝聚最大的力量 面對大陸迎接挑戰 台灣人 中國人 中華民族 台灣本土等等 在台灣是極其複雜的 情感論同的問題 兩岸是我一家親 台灣人是不是中華民族的一問子 是不是也是中國人 從捆定到火定的強弱排序下的 認同光譜 將決定台灣與大陸之間 交往的順度 交流的力度 和談判 討價 交往的獲利程度 在台灣 這是一個 嚴肅 而且敏感 又難解的問題 在大陸 是一個 更嚴肅 更敏感的問題 可是 雙方 都認為 嚴肅的問題 不但沒有共識 而且有漸行漸遠的趨勢 政府面對此一嚴肅的問題 是以尊重民力為名 論其發展呢 或者也必須面對兩岸 同文同種 同種中華文化的事實下 用智慧 損失因應呢 其間 利弊得失 盡則影響兩岸的互動和互信 遠則影響台灣未來的命運 台灣 大陸 國際強權間的關係 必須取得 義與利的平衡 才能注定出 有利人民的兩岸政策 我們絕不接受大陸 或國際強權 單方面決定台灣的命運 但是 國際強權和大陸 為何必須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呢 其間的核心關鍵 就是利益的考量 及情義的價值 講到利益 不講義 利益不牢靠 只講義 不講利 不切實際 所以試問 今天台灣面臨的現實是 台灣前途 已經由 中美共管呢 或台灣在 中美強權 境河中 找到了出路 或者是 不理會 大陸或 國際強權 進行 絕對 我們自己的出路 兩岸不幸 發生巨變 基於義與利的 國際強權 能夠為台灣做什麼呢 我們是否做好 不必依賴國際強權 自我應付兩岸巨變的能力呢 我們也必須 讓國人清楚了解 面對兩岸巨變 國際強權 最有可能的選擇是什麼 當最壞的環境 可能來臨的時候 我們準備好 因應知道了嗎 面對新的情勢和變局 必須綜合五大因素 多元 多面向式的思維 制定出有效的 可行的 且符合台灣人民利益的兩岸政策 台獨一中與統一 是影響兩岸及台灣未來的三大問題 很遺憾 我們從未真誠的 認真的 理性的面對 討論 佛教有言 面對它 討論它 處理它 最後才能放下它 過往面對一中 台獨 統一 主觀 都以客觀的認定 立場 都以務實的討論 攻堅 都以理性的溝通 至今不是避而不談 就是各說各話 各持己見 以致兩岸政策 不是與時激進 而是一次的輪替 一次的折騰 最後以維持現狀 緩解各方的紛爭 民調顯示 絕大多數台灣人民 也認同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可能安撫 也安全了我們這一代人 但是能夠維持多久 暫且不論 但是下一代呢 我們固然不必 也不能替他們做決定 但我們至少 至少要交給他們一個 難以收拾的兩岸關係嗎 絕對不要 只有面對 才有討論的機會 要有耐性 只要對台灣的有力 用再長的時間 都值得 如此才能有能力 這個全能利弊得失 做正確的決定 政府應該帶領台灣人民 理性面對一種 台獨 及統一的問題 我們才能在 變動的時代中 全面考量五大因素 創建 永遠可確保 台灣人民利益的選擇 這才是考慮今天 更考慮明天的 政治家的思維 觀光客說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 台灣人說 跟台灣人人 請求最無一樣 直撲漢後 睡幹實幹 有機會就拚命著 世人都說 台灣人面對困境 不方亂務實處理 找活路 創希望 政治民國六七十年代 外有中共的壓力 國際孤立 內無天然資源的環境中 我們開創出 台灣人是陰腳白的經濟奇蹟 證實了台灣人 處世是善良 理性 務實 苦幹的形象 說來遺憾 台灣人這種美好的形象 近二十年來 只要一碰到兩岸 統獨 省級 政黨等議題 平時和愛可欣的鄰居 還有慈眉善目的長者 朋友 同事 家人 順自夫妻 一下子全變那樣 形同磨路 更如仇人 爭吵分類 更漸漸衍生出 政治上的難力對抗 選舉上 難力動員對抗為手段 國會殿堂上 難力惡鬥 就變成常態 難力分類下的台灣人 是政治的台灣人 與生活上真實的台灣人 有很大的肉差 台灣人真實的面貌 性格已經被政治扭曲了 面對難力惡鬥的因果 不必極意規則對方 所有從政者 喊我在內 必須承受這份共業 先從面對自己 探討自己開始 才有機會 化解難力的衝突 不必期待任何人 就從自己做起吧 目前 國民黨同仁 日前 國民黨同仁 大戰發言台 杯葛林練長的施政組織群 有媒體訪問我 為何沒有衝上台 我是國民黨黨籍的委員 就國會政黨政治的運作 我必須以黨團一致的行動 但我也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 我當然知道 黨籍同仁認為過去 民進黨可以做 今天 國民黨為何不能做 有樣學樣 剛剛好而已 回應媒體採訪時 我表示 單純院長的期間 最不願意看到 同仁集體霸佔主席台 或胡亥元台 或主黨主席上台等等方式 進行一時的抗爭 今天 我不能 也不能去做 我不願意看到的事 所以不論院會 或委員會主席 被逼不能上台 或以失常麥克風 自備擴音器等方法 在一片混亂中 做下有爭議的裁決 這都是民主意識的羞辱和遺憾 有人說 這是民主過渡期的震動 依我的經歷 自從民國75年至今 已經震動了30年了 而且有越來越累的趨勢 我一直認為 主席主持 議事絕對中立 委員也尊重主席 是全體同仁 維護國會尊嚴最起碼的要求 再也要背隔 癱瘓意識 依意識規則 有的是方法 最近 美國參議院 民主黨議員莫非 結合數位的議員 依藝術規則 在發言臺 惠利巴斯托 也是飛利巴斯托 超過14個小時 逼得共和黨 同意其表決槍支管制的議案 或許 這就是成熟與不成熟 民主的差別 我這番由衷之言 只要難立惡鬥的心謀不除 我了解 說了可能也是白說 但我肯然必須要說 我們真的必須從洋氣 霸佔主席臺為手段的意識抗爭 作為停止難立惡鬥的第一步 有霸佔就有衝突 難立對峙更惡化 對立更鮮明 過往經驗總結過程中 可能有少數委員成為贏家 但國家社會一定是輸家 輸掉國家社會有意義嗎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損利 或大陸籍的配偶在台取得 孫恩證的連線 乃至於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不當膽產處理條例等相關法案 難道只能進行你屬我佛的鬥爭 沒有理性討論的空間嗎 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所以尊重奧榮 就是以溝通代替對決 意識政治 意味的政治就是政黨政治 溝通學商是常態 多數黨更必須耐心對待在野黨 蔡總統當選的時候說 謙卑 謙卑 再謙卑 就是不予多報寡 願意溝通 溝通 再溝通 當窮盡一切理性溝通 議案仍然無解 再表決也不辭 過去國民黨多數時 我這樣主張也這麼做 今天民進黨多數 我仍然是抱持同樣的態度 政黨習次是利 論政是理 意味政治就是利於理的平衡 過去國民黨擁有三分之二 以上的習士 今天民進黨也擁有絕對的多數 千萬不要以為多數 就可以為首欲為 多數只代表此刻的力量 不代表絕對的遵理 理論上 議會當然是多數決 謊言都是現代民主國家的意思 除此及人事同意 及或者是任命案 當然表決以外 大多數的議案溝通協調後 以沒有意義的共識決 通過為目標 表決不難 反正贏者全拿 贏那並不代表一切 別忘了政治上 常常是今天得意的勝利 很可能就要埋下明日失敗的總次 我一貫主張議事過程要尊重 尊重個別的委員 尊重各政黨的意見 要包容 包容並傾聽相互間的差異 要接納 接納學商過程中好的有效 能解決問題的看法 過程環雜 雖然政治無它耐煩而已 就以當前在本院審議 政治性極高 針對性極明顯的黨產條例 及促轉條例為例 請問林院長 就當前的這個環境 本能有急迫到 會在本會級通過不可的迫切性嗎 蔡總統執掌政權 林院長也剛阻隔執政 無論人事布局 黨政的磨合 政策擬定等等 代辦的國政 代解的難題 比損益此條例更重要 更迫切的議案 事實上比比皆是 至少社會認為如何穩住兩岸的關係 救出口 拼經濟更為首要更為重要 立法院現在尚有 國營事業預算正待損查 兩千多億的新增投資和建設完全停擺 對當前景氣更是雪上加霜 朝委搞僵了 經濟怎麼辦呢 除了急迫性 還要考慮公道 大選前 蔡總統呼籲選民 棄藍綠對抗 與政黨惡鬥 在選後大力推動促轉條例 它是一刀的兩刃 所以意識力的過程和結果 可能成為社會和解的契機 反之也會加油添心 更惡化朝委關係和激起藍綠的對抗 金平以為其間的關鍵 再能夠公平看待中國國民黨 在臺灣的執政威權統治 白色恐怖應受到時代的審判 但是保衛臺灣 建設臺灣 發展臺灣的貢獻 也應受到同等的尊重 這才是全民所要的正義和公道 社會和解的契機也就在公道 實政黨當然也可以多數強行表決通過 但過程必然慘烈 也會從然然力惡鬥的火種 緣緣相報何時了 立法院未來四年內 還有多少預算案 議案 需朝委學商合作 難道每次都要進行焦土抗爭嗎 千亂不要輕視在野黨的小或少 台語說 超仔機會搬到人 政黨會輪替 風水也會輪流傳 示範則緣 尊重 包容 接納 溝通 協商 才是正道 才是王道 所以難力和解 政黨停止惡鬥 就從立法院審議轉型正義 即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做起吧 政黨會輪替 立法院 其次也會改變 我們說過的話 做過的事 藝術錄都會清楚地記載 當我們認為走非今世是有理 而不是痛改前非 我們就難逃惡鬥的命運 當我們不會換了位置 就換了腦袋 堅守是非對錯的位置 就會走上藍綠和解的大道 今後 我們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繼續惡鬥不休 藍綠不和解 兩岸更無解 經濟必遭挫折 財政危機加大 政府事事難為 人民現已匱乏恐懼 何事啟動 何者之要呢 人民私密以待 另一條是從行政立法兩院做起 首先 行政院暫反推動爭議的法案 民進黨同仁也不要擺出要打就來 誰怕誰的傲慢心態 國民黨也不要有悲憤的心情 老是想 讓你們也常常被杯葛偷襲的味道 努力贏回其次 才是正道 沒有無解的難題 只有無解的心節 其他心節 一切好討論 集數釋盡各種方案 人無共識 要杯葛 要癱瘓 要表決 凡事照議事規則 輸贏 勝敗 大家心如苦福 遵守議事規則就是停止難立惡鬥應謹所的分寸 各位所長 各位官員 各位委員 各位委員 各位委員先生 從政者的言行 形塑了台灣的政治文化 為天地利心 為聲明立命 為往生拒絕學 為萬事開太平 藏在我心 尤其為天地利心 為聲明立命 更有感受 因此 金平期盼 包括我在內 所有從政者 大家一起 負起責任 終結藍綠的惡鬥 形塑政治文化 重建與人為核心 與何為貴 講道理的新政治文化 讓國家左上正道 讓人民擁有幸福 謝謝大家 謝謝王前院長與眾欣賞的質詢 再請行政院書面答覆 報告院會 本會期 本院委員對行政院林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報告之質詢 自六月三日起 經過四次院會八個會議日質詢 已在今天 詢答完畢 謝謝林院長及各部會首長 列席備詢 在執詢結束前 再請林院長說幾句話 我們給林院長一個掌聲 來歡迎林院長 蘇院長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先生 貴院第九屆第一會期的施政總族行 今天圓滿的告一段落 本人特別要向蘇院長 蔡副院長 各位委員先進 以及在場所有的立法院工作同仁給予的協助 表達十二萬分的感謝 同時也謝謝所有在現場報導 守候的媒體朋友 在這一段時間 我聆聽了各位委員先進 對於行政團隊 以及各項施政的看法 深切地體會到 委員們都非常關心 臺灣面臨的產業